講到中部地区 今天以往是落大河 中華離臨的公情 利隆飲水 民眾部就出入 現在六港的頂環部 或是財政檢訟 分行有這個土酒放下來 另外南島的明徹村 東部村 有水榜率的情境 西洋部落另外的道路都落下去 現在台中的國官 幹部黨委長在請求台北山 希望趕緊開好第三的交通 大水位報發過約過來 菜園都在水底 不可以看去就不會輸一片蚵 中華離臨的說行李 經過這幾天落大水河 在地醫療卡整個頂起來 李正說這就是這次做大水的原因 水雖然已經比較脫了 不過民眾家裡的東西要是浸在水底 其民眾整個晚上落大水河 加上河是幾湯倒 水沿到大人的幼稚來 落的手才能夠趕緊脫離 另外在六港頂環部地區 也因為水下不離 整個沿起來 其他包括台村和保安也是做大水 那麽粉紅也團出有土酒榜辣 南島山區豪是落不休眠 省其鄉東北村落北通 到九十五山四點三公里的地方落去流失 東北我們山區沒辦法對我來連路 差不多一千人都在裡面 那如果相當保路 對我的車路也有破坑 東北村目前還在搶午休當中 那我們預計可能也要兩天之後 才可以搶通 另外第一第三 這次大河也造成得行李第三項 車路的落去下山 有幾到六號的騎車受的影響 工作是冠軍要求他們 鐵里在車安地 現在台中和平國關的交通 將不斷冠軍出動大型的機構來處理 目前台北山九十六公里的地方 已經可以單單通行 另外在七十七公里的地方 還有中環邊島 都要在處理當中 希望可以趕緊回合雷山的交通 記者 中學報道